我也是人 为什么要有分别 神探还是疯子 陈贵宾到底有几重人格 耳朵在电影中又有什么符号意义 妻子张美华又是怎样的存在 还有东关仔高志伟 枪的编号是什么时候做的手脚 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的看懂这部电影 嗨,我是卫茶 今天咱聊聊杜琪峰和韦家辉联手指导的神探 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 对电影艺术的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编剧韦家辉在神探的剧本中 融入了大量的精神元素 让本片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 本片是根据香港真实事件改变 警员徐不高先后犯下三桩杀人案 用一把抢来的警枪打结了银行 五年后他再次犯案 枪击了正在巡逻的两名警员 但自己也在枪战中不知身亡 警方断定三起案件都是徐不高所为 但50%的香港民众对本案有质疑 甚至怀疑枪击案现场有第四人的存在 警方为了说服民众 邀请多位心理学家 对徐不高进行心理分析 最终得出的结果是 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编剧韦家辉已把人格障碍的元素 融入到了剧本之中 一个人格分裂的神探 和一个丢失自我的坏警察 想抗争的故事游然而生 今天我们从精神分析 和视听语言的角度 来解读神探这部电影 看完本期视频 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拉片走起 电影开篇的文字设计 可以让观众提前了解 影片特定的情绪 会根据故事的风格而改变 通过隐喻的方式 阐述电影的基调 和故事的主要潜在核心 本片的片头标题 采用了非水平的倾斜设计 来表现不确定性 和不稳定的情绪 正片开始 倾斜式的构图继续延续 定场镜头是办公桌上 摆放的一系列凶器 每一把刀都象征着一类人 或一个职业 真正的犯案凶手 就藏在其中 西九龙状案组的办公室 陈贵斌手持利刃 模拟凶杀的全过程 他的断案手段很特别 把自己带入到凶手的情境 用不同的凶器 去模拟凶杀过程 不同的凶器的拥有者 有着不同的性格 所以犯案的过程 也截然不同 登山刀的拥有者 情绪崩溃 刀打凌乱 对待尸体无比粗暴 接着他换了另一把菜刀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也发生了转变 菜刀的拥有者 处理尸体 冷漠淡定 刀口干净利落 他通过按键测血 寻找着真相 最后锁定了凶器 就是这把登山刀 但这样的办案手段 在新来报道的 何家安眼中 十分怪异 陈警官除了模拟凶手外 也会把自己带入到 被害者的视角中 他把自己装进了行李箱 要求何家安 把他扔下去 皮箱被封闭这一刻 镜头切换到了 本次案件的新闻报道 一名女学生 被刺十几刀 皮箱藏尸扔在了垃圾桶旁 何家安听从命令 把皮箱从九楼扔到了一楼 随着楼层的下降 光线也从黑暗到明亮 也象征着案件逐渐明朗 陈警官从皮箱里 爬出那一刻 他锁定了凶手 是雪糕店的老板 这起案件改编自 1974年的 跑马地纸箱藏尸案 雪糕店店员谋杀滑稽少女 纸箱藏尸 嫌疑人致死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和魔警案一样 有诸多疑点 屡破其案的陈贵斌 被奉为神探 但沉浸式的办案风格 让他的精神走向了市场 在上次退休那天 同事们相继送上了礼物道别 在众目睽睽之下 陈贵斌用刀割下了耳朵 送给了老警司 这个举动让我们想起了 画家梵高的戈尔事件 他也曾割下自己的耳朵 但原因众说纷纭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伯奈戴特莫菲 来越众多历史资料 复原了事件真相 樊高和好友高庚吵架之后 暴怒之下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并把他送给了在妓院工作的女仆 Rachel 他被狗咬成了重伤 不仅得了狂血病 还留下了众多疤痕 在妓院当仆人打工 也是为了还治病欠下的钱 而明显的伤疤却引来了异样的眼光 他十分自卑 他之前给樊高当过模特 两人彼此欣赏 樊高送给他耳朵的初衷就是 我治不好你身上的伤疤 但现在我割掉耳朵 可以和你一起分担别人异样的眼光 两个被社会边缘化的人 渴望着被接纳 而陈贵斌对老景思的情感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和包容 他不可能捋破其案 但这样极端的方式也吓坏了同僚们 老景思退休后 神探少了庇护 便被开除了警队 第一场戏 摄影师运用了大量的斜角镜头 描绘陈贵斌的精神状态 斜角镜头也叫德国式镜头 会让画面失去平衡感 多用于一些极端的情绪表达 神探的片名也是施横加倾斜的设计 由中文和英文两部分组成 英文直译却和神探刚好相反 是疯子侦探 神探的外衣下 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疯探 神探这部影片在剪辑上时空有些混乱 为了方便观看 我会标注上时间 2006年3月14号的夜里 一片森林深处 两名警官潜伏在车里执行任务 警官王国柱下车方便 把钱包落在了座位上 留在车里的东关仔高志伟 趁其不备 偷走了一张1000元的大钞 然后把钱包扔在了座椅下方 王国柱回到车里找到了钱包 没有放回口袋 而是当着高志伟的面 检查钱包里的数额 并且拿出了银行提款单 当面指责高志伟偷了他1000块 两人因此发起了争执 原来高志伟是个惯犯 有着小偷小猫的坏习惯 警局上下都对他产生了怀疑 但高志伟死不认账 气焰还十分嚣张 正在两人争执时 一辆小疤使进画面 一名南亚人拿着工具 下车熟练的开始偷井盖 人资并获 两名警官下手抓贼 南亚人跑进了树林里 森林地形错综复杂 王国柱被树根绊倒 高志伟继续追击 眼看着抓捕成功 南亚人仰了一把沙子 就跑进了树林深处 兜兜转转几圈之后 双方再次遭遇 但南亚人手里却多了一把手枪 双方对峙都不敢轻举妄动 高志伟站在原地 放跑了南亚人 他为何没有开枪 也成为了本片的第一个悬念 一转眼 时间来到了07年7月 警官王国柱消失在树林里的新闻 占据了报刊的头条 翻看报纸的 正是被辞退的陈贵斌 他依然对悬案保持着兴趣 在妻子的陪伴下 两个人在便利店采购 此时他发现 远处一个穿着时髦的小女孩 在鼓动另一个学生妹偷东西 他上前几步大声呵斥 喂 不要再叫他偷妒忌了 我用到处看就是你 说的是你是你啊 并拿着个雨伞丢了过去 但在周围人眼中 那里只有空气 刚才的学生妹定了定神 把口红放了回去 陈贵斌的老婆也一气之下 离开了便利店 两个人在路上开始争吵 陈贵斌说他可以看到人心里的鬼 而这里的鬼在英文字幕中翻译成人格 他想靠着这个能力为社会做点事 而刚才的红发女孩是学生妹的一个人格 也可以说是一种情绪 在面对诱惑下 内心挣扎的外话 夫妻俩回到家后 遇见了警员何家安 五年前他跟过神探两天 但陈贵斌却把他忘得一干二净 并一口回绝他的探访 一扇门却锁了N把锁 为了方便开门 锁头上还做了编号 这些符号也反映了陈贵斌 与世隔绝的内心状态 边缘且孤独拒绝与人交流 何家安向前走了几步 说出了自己真正的目的是为班二而来 这一声久违的阿瑟 让陈贵斌打开了心门 接纳了何家安 但妻子张美华的反应 却十分强烈 王国柱失踪案 落在了何家安的头上 经过半年的调查 毫无线索 他请求神探出山 帮助他破案 何家安对陈贵斌十分崇拜 就连警枪也选择了 神探曾经用过 神探嘴上说着不想帮忙 但镜头的前景 却照进一缕阳光 五年来的昏暗生活 终于有了一次希望 但妻子张美华 却从厨房里冲了出来 极力的阻止 神探发火掀翻了桌子 何警官被眼前的一幕吓坏了 张美华大喊着 我老公不会帮你的 刚才还在气头上的 陈贵斌仿佛变了个人 极力阻拦 但并不粗暴 他把手枪归还给何家安 让他先走 但这一切在何警官眼里 十分恐怖 只见陈贵斌对着空气 自言自语 根本看不见他口中的 妻子张美华 临出门时他才看见门口夫妻俩的合照 何警官走后 张美华再次出现 离开警队的这五年 他活得很压抑 因为现实世界的欲望得不到满足 他便分裂成了两个人格 一个冷酷无情 性格暴躁 一言不合就翻桌 另一个性格温和对妻子张美华十分温柔 而且他还可以看到人心里的鬼 人格分裂症的患者会听到自己头脑里的声音 这一点在影片中也多次体现 而精神分裂的患者是无法分清现实与虚构的 这也是两种病症的本质区别 好 我们回到剧情 何家安的到访 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陈贵斌决定出手相助 一别五年 他再次踏入了西九龙重案组的办公室 何警官向他讲述了案情 王国柱失踪九个月后 有人持警枪抢劫了一家麻将馆 劫匪一枪未开 抢走了部分现金 无人员伤亡 但紧接着三天后 又是警枪劫持了运钞车 两名运管被枪杀 150万现金被劫 一周后又抢劫了一家便利店 开枪打死了收银员 后两起案件通过弹道测试 都指向了王国柱的警枪 抢劫银行是失踪已久的王国柱 还是另有其人 九个月来毫无线索 在此时正在认真看资料的 陈贵斌突然起身 从刚才开始 就有一个八婆一直在喋喋不休 他是一个表面和善的大叔 但潜在的人格 却是一个喋喋不休的大妈 陈贵斌忍无客人 走过去给了他一记头锤 看上导演用灯光 将所有人的影子打在墙上 每个人心里都有鬼 戈尔事件之后 陈贵斌被认定神经病 同僚们都疏远他 不愿与其搭档 这个喋喋不休的女人 正是这类人的代表 但这一次陈贵斌没有忍让 而是主动还击 何嘉恩尴尬地打圆场 让其他警员先离开 我能看见人心里的坏东西 而陈贵斌则提出 想看失踪警员王国柱的搭档 高志伟的视频录像 在神探的细心观察下 终于找到了线索 视频画面上的高志伟 不停地眨眼 在心理学上 当然说谎时 便有这样的下意识动静 次日两人便决定跟踪高志伟 寻找线索 在何嘉恩的视线里 高志伟没有异样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警员 在陈贵斌眼里 却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高志伟一个人 变成了五个人 而在何嘉恩眼里 仍然是高志伟独自一人 陈贵斌继续观察 刚才的五个人 又变成了七个人 陈贵斌在车里 是不可能听到 高志伟吹的口哨声了 这段欢快的节奏 是对陈贵斌的内心写照 高志伟的复杂程度 从未遇见 这让神探又震撼又兴奋 他想快点搞清楚 到底是五个还是七个 在神探的试点里 有一群高志伟 在何警官的眼里 只有两个人 一前一后的走着 但风探太过兴奋 他想搞清楚 高志伟到底有几个鬼 不自觉地越跟越近 终于被高志伟的 一个人格发现了 他处在所有的鬼的正中间 他是一名穿着干练的女士 在他发现之后 其他六个鬼 转身看向了跟踪的人 陈贵斌不愧是老警察 十分淡定的 从人群中窜缩而过 一群人站在原地 只有一个凶神恶煞的皮衣男 有所反应 但这一幕在何家安眼里 却没有那么惊心动魄了 本场跟踪戏 都是致敬了 大事戏曲刻刻的迷魂记 车上的跟踪段落 试点的构建 和稀胖的手法几乎一致 试点镜头一般以组的形式出现 简单理解就是 谁在看 看到了什么 看到后的反应 这一系列镜头 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将观众带入角色 让其感同身受 陈贵两人貌合神离 在他们眼中看到的事物 截然不同 也预示着两个人最终的命运 而高志伟的女性人格的造型 也是致敬了迷魂记 好了 扯远了 我们回到故事 高志伟并没有发现 有人跟踪他 直接走进了有骨气酒楼 这个片尾字幕确实有提到 真的是有骨气 在神探眼中 高志伟化身了一个胖子 在点餐 相比之下 高级督察的何嘉安 只点了一份炒饭 一个小警员在高档餐厅 午饭就点了三个横菜 这样的消费能力 显然和一个警员的收入不符 陈贵斌更加明确了 判案的方向 陈贵斌叫何警官上前盘问 高志伟化身的小胖子 突然满头大汗 还不自觉的发抖 此时身后一双手 按住了胖子 在他的指导下 胖子对答如流 陈贵斌在一旁观察 等待着时机 小胖子起身去了厕所 陈贵斌紧跟其后 他想搞清楚 高志伟内心 到底有几个鬼 陈贵斌想要激怒对方 朝着对方的腿上撒尿 但懦弱的胖子 开始回避 他不想和陈警官起冲突 此时又切换了人格 刚才的智服女又出现了 他试图谈判 但陈贵斌完全没有停手的意思 话说这是喝了多少水啊 转瞬间西服女化身一个皮衣暴力男 一出手就把陈贵斌打得头破血流 暴力男把陈贵斌先翻在地 并且用枪挚着他的头 高志伟内心的鬼都出现了 压制着暴力男 胆小的胖子嘴里还喊着 这枪不能开 陈贵斌努力的回头 这一次他终于数清了高志伟的全部人格 听到厕所里有打斗 何警官冲了进来 并表明了陈贵斌的身份 两人是搭档 高志伟知道豪横的午餐让自己暴露了 内心的智服女再次出来辩护 嘴上说着你们怎么不相信自己人 手枪却没离开陈贵斌的脑袋 终于在智服女的控制下 手枪重新放回了枪套 陈贵斌躺在地上 他十分兴奋 不仅看清了高志伟所有的人格 还弄清了一件事 为什么那把枪能开啊 他能开给我们 有病 高志伟的心声被说穿 他甩下了一具神经病就走了 陈贵斌慌忙的在地上捡起了假的耳朵 重新戴上 镜子里破损的地方刚好是耳朵的位置 在电影中镜子是内心的血罩 耳朵掉落也象征着陈贵斌的伪装被打破 戈尔事件之后 他被当成了神经病 只能戴上假的耳朵 伪装成正常人 重新融入到社会中 高志伟内心的七个鬼 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来解释 完整的人格结构由三部分组成 即本我 自我和超我 本我处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 属于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 如饥饿 生气 性欲等 本我没有对错的判断力 只想着满足自己的欲望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理者 超我的职能是指导自己 限制本我的活动 超我与本我是完全对立的 所以就需要自我来协调双方的矛盾 自我必须强大 否则人格结构就会处于失衡的状态 导致不健全的人格形成 而高志伟的自我恰巧消失了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好了 我们回到正片的部分 陈贵宾把自己的惊人发现告诉了何家安 但何子并不能理解 给他简单包扎之后 两个人准备重新走抢劫的路线 看到运钞员 他冲上去模拟犯罪的过程 还好有何家安在一旁保驾护航 这次直接被当场击毙了 但这次的沉浸式侧血和以往不同 显得没有之前那么投入 还有点滑稽 两人驱车准备去其他的案发现场 在车上陈贵宾说出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话 警枪在这件案子来说很重要 我知道 那次枪犯了那么多案 杀了那么多人 不是这样啊 长案要用右脑 不要用左脑 这些话仿佛是对何家安说的 但其实是神探与自我的对话 抢运钞车的是性格温柔的神探 在车上他告诫自己的另一个人格 要用右脑查案 左脑属于逻辑脑 一般负责逻辑分析 而右脑是感性思维 神探的沉浸式投入侧血 靠的就是右脑 和刚才抢运钞车截然不同 他完全沉浸其中 他把自己带入到匪徒的视角里 通过对现场的重演 案件终于有了眉目 三起案件两名罪犯两把枪 抢便利店和运钞车的是个心狠手辣的劫匪 抢麻将管的则是一个没那么坏的人 案件终于有了眉目 两个人从前景的遮挡走到了空旷处 前方不远处还下起了太阳雨 神探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提示 他跑进雨里开心的像个孩子 当何家安的电话响起时 陈贵宾也假装拿起了电话 并向何家安发出了晚饭的邀请 晚上陈贵宾带着老婆张美华前来赴约 但在别人眼里他只是牵着空气 何警官和女友提前来到餐厅 并且选择了一个餐厅最里侧的位置 但陈贵宾觉得闷 拉着大家坐到了路边 这家餐厅的老板和陈警官是旧相识 所以对陈警官的举动毫不在意 陈贵宾的老婆向其他两个人打招呼 没有得到回应 陈贵宾复述着老婆的话 看到何家安的摩托车 陈贵宾想进来带着老婆去东风 夫妻俩紧紧的抱在一起 陈警官眼里闪现了泪光 何警官的女朋友 听着老板讲述着陈警官的故事 两人相识有七八年了 之前陈警官经常骑着摩托车 带老婆来吃饭 后来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并且犯了精神病 所有人都怀疑她的老婆去世了 第二天两人来到王国柱消失的树林里找线索 刚到达现场 陈贵宾就有了特殊的感情 他断定王国柱已经被害身亡 埋在了地下 他决定把自己活埋 再次带入到被害者的视角里寻找线索 何家安主动请求 也想体验一下 并把枪和证件交给了陈贵宾 刚把坑埋好 就看见了远处的高志伟的人格 在树林里游荡 神探告诉他 你杀了同伴 之后又杀了三名保安和一名便利店收银员 他不敢相信自己能干出如此疯狂的事情 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这也是高志伟善良的本性 在这场对话戏里 画作留了大量的空白 给看不见的演员留了一个位置 通过人物的左右站位 区分了陈贵宾的双重人格 案件终于有了眉目 神探驱车离开 完全忘记了图里还埋着一个人 差点被憋死的何警官从土里爬了出来 发现神探已经不见了 枪和警官证都在他手里 一个经分拿着手枪 这下可坏了 他追到了陈警官家里 大门紧锁 但屋内却有人影闪过 他怀疑发病的神探躲在家里不出声 一气之下 何家安爬上露台 从窗户翻了进来 却意外发现一个奇怪的房间 墙上贴满了案件的简报 离开警队的这五年 神探也没闲着 私底下还在进行着案件研究 当何家安准备离开时 身后突然间一把枪指出了他 张美华高级督察 现在怀疑你擅闯民宅 万美想到身后的女人竟然是神探的老婆 就是在餐厅老板嘴里已经去世的女人 张美华不但没死 还晋升成了高级督察 两人互相交换了证件 确认了警察的身份 张美华才把他放开 原来真相是他和神探已经离婚多年 这次回来是因为精神科的医生给他打电话 告知陈贵宾已经有半年没有来复查了 张美华拆穿了神探的超能力 只不过是停要多时产生的幻觉 被奉为精神信仰的偶像 原来是个神经病人 何家安的内心崩塌了 陈贵宾来到之前遇见高志伟的有骨气酒楼 带入高志伟的视角 点了一桌子相同的菜 他模仿着高志伟吃饭的样子 一次一次的反复体验 但直到把自己吃兔也没有找到线索 在即将要放弃时 他发现窗外一伙南亚人在兜殴 之前高志伟的口供 没有描述偷警干的贼是什么样的人种 他在这个区域吃饭 一定是在找一名南亚人 案件又有了新的进展 陈贵宾带上了何家安的证件 大摇大摆的就走进了警局 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高志伟的上司戴着耳机 正在堵马滑水滑的正嗨 看见众案组有人来调查 马上假装工作 想必王国柱失踪后 这样的检查已经司空见惯了 陈贵宾二话不说 就撬开了高志伟的办公桌 并且质问高志伟的上司 多久查一次大家的枪 在这样的小警区 上司都是得过且过 也就是例行公事 聊起衣服简单看一眼 高手王把同事当成贼 在桌子上布满了大钞 陈贵宾一不做二不休 又打开了高志伟的储物柜 果然在柜子里 找到了一张南亚人的案底资料 就是这么巧 高志伟也回来了 站在门口 看见了神探在办案 眼看着东窗事发 马上溜至大吉 他突然回来是巧合 还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陈贵宾在撬桌子时 高志伟的同事 就连忙给他拨打了一个电话 这样的偏远景区 都是一条省上的骂脸 案件基本明朗 陈贵宾又来到了那片树林 他自己刨了个坑 把土放在了毯子上 他将自己活埋 再次带入到 警员王国柱的视角里 这一次他终于复原了 整个案件的全貌 06年3月14日晚 王国柱和高志伟 追随着偷警杆的贼 跑进了树林里 在抓捕过程中 高志伟丢了手枪 王国柱准备将丢枪事件 报告给电台 因为高志伟的品格问题 王国柱不准备帮他打掩护 就这样高志伟 生出了第一个人格 胆小懦弱 已经完全乱了方寸 在影片的介绍里 这个角色叫做无知 这么一看 在杜西风宇宙里 林雪就是个丢枪专业户 却说无果 王国柱准备打电话 但此时高志伟又生出了一个人格 在影片简介里 施耶稣饰演的角色叫凶残 他捡起一根铁柜 将王国柱乱棍打死 然后他就抢了王国柱的配枪 但杀警抢枪的这一幕 却被刚才偷警杆的南亚人给看见了 正在凶残准备开枪灭口时 高志伟又产生了一个人格 在影片介绍里 叫做智慧 如果此时打死南亚人 就暴露了王国柱被杀的事情 处理到王国柱的尸体 再把案件架回于南亚人 这才是上策 王国柱失踪9个月后 高志伟都没想着换枪 直到南亚人拿枪抢劫了麻将馆 怕暴露的高志伟才拿着警枪 犯了两起案件 如果刚开始就换枪的话 弹道测试就是高志伟的手枪了 所以两起抢劫之后 他换了枪的编号 但破解上次的电脑密码成了难题 此时智慧的人格又出现了 发现上次电脑上有一个变签 上面画满了钱的符号 高志伟的上司是个赌徒 经常赌码 在键盘上这个符号刚好对应着4 就这样顺利的进入了警察的内部系统 系统中标注的时间是2007年1月1日 王国柱失踪的时间则是06年的3月14日 所以高志伟没有第一时间就改编号 但今天在电话里得知神探在查枪 显然重案组已经对枪起了疑心 所以他准备做个局再搞一把警枪 白天神探已经查到了南亚人的线索 何不将计就计 布置一个南亚人的藏匿窝点 两瓶水 两桶泡面 两杯可乐 整个场景里都是两个人的生活痕迹 而且在地上还洒满了现金 并在上面铺上了南亚人常吃的辣椒粉 接着高志伟用王国柱的电话 打给了西九龙重案组 我看见有个南亚人拿着一把警枪 在红土岛 之后又放上了警员王国柱的证件 这里就变成了王国柱和印度人联手抢了银行 因分赃不均起了内讧 既解决了王国柱的警枪 也解决了南亚人的线索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与此同时埋在地下的神探 又有了心灵感应 他看见高志伟的七个人格 抓住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 凶残抢了他的配枪 并且要杀人灭口 成桂敏预感到了高志伟走投无辱 即将抢枪杀人 他决定去找何家安两个人一起想办法 此时西九龙重案组 已经到达了高志伟设下的陷阱 何警官也发现了失踪警员王国柱的证件 他几乎可以肯定是南亚人做的案 此时一个榔头面具 把他吸引到了小巷里 眼看即将抓住凶手时 一辆卡车险些将两人撞到 何警官还没站稳 就被狼人拿着枪对住了脑袋 他控制住何家安之后 开始搜身寻找警员 没错这个狼人就是高志伟 他还模仿着南亚人的口音 询问着他警员在哪 还好之前活埋时 警员已经交给了神探 而高志伟手中的警员已经跟了编号 开枪就暴露了身份 所以只能放了何家安 高志伟三次抢劫不同的头套 也反映了他的心境 从前两次还有人形 直到变成野兽 而南亚人的头套则是一个小丑 刚才的命悬一泄 让何家安久久不能平静 差一点就丢了小命 电话响起 才让何家安缓过神来 高志伟那枪不见了 就杀了王国柱 拿了他的枪 他的枪就被一个南亚人拿走了 他找到那个南亚人 一定会杀了他 把枪拿回来 神探把所有的线索 都告诉了何家安 并且询问 他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没有 两人准备先碰面再说 当车越开越近时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在神探眼里 没有看见何家安 反倒看到了之前的梦境里的 十四五岁的男孩 原来眼前的男孩就是何家安 刚才差点丢丢性命的他 产生了一个懦弱的人格 他打了退堂鼓 不想再查下去了 在精神分析里 软弱的人格出现 往往是因为童年阴影 与此同时 神探的幻想中的妻子 再次出现阻拦他 何家安曾经见过神探的妻子 现在眼前的神探 又对着空气说话 让他确定了 陈思尔就是个神经病 他觉得从一开始 就是个错误 他决定抢回自己的正念和警枪 但却被神探 一记头锤就摆脱了 拼尽全力追上去 也只扯掉了 神探的纱布和甲耳 他看着手里的甲耳朵 愣在了原地 影片开始 神探将自己的真耳朵 当做礼物 送给了心里没鬼的长官 帮助何家安 也是因为他身上 没有其他复杂的人格 而现在产生了 胆小人格的何家安 只配得到陈贵斌的假耳朵 送耳朵的行为 也可以理解成 陈贵斌想要被人接纳的表现 老上司对神探毫无偏见 并且给予了包容与保护 但老上司退休之后 他便没有了这样的靠山 帮助何家安 也是因为他的接纳 影片中只有何家安 和店老板两个人 假装张美华的存在 所以神探丢掉 假耳的伪装之后 妻子劝说无果 跳车消失 神探第一时间赶到店里寻找 因为这里的老板 也可以看到张美华 但没想到 现实中的妻子 刚好在这喝咖啡 但在他眼里 却是另外一副模样 神探完全不认识他 身后突然间 消失的张美华又出现了 拽着他往车里走 他想阻止两人交谈 两人刚坐进车里 没想到真正的张美华 就跟了过来 他扯开车门 坐在了前排 幻想的妻子 顺移到了后排 原来他找陈贵斌的目的是为了破案 有一起案件 判了半年都毫不头绪 什么医生的电话和慰问病情 都是他的借口 更可笑的是 手里的报纸 都是在陈贵斌家里偷出来的 为了保护幻想中的妻子 他把案件真凶 告诉了张美华 只换回了一句简单的感谢 还有一顿冷嘲热讽 在你眼中我变成什么样了 是不是自私自利又无情了 全世界人都有坏东西 就你一个没有 如果是真的的话 就是你有问题 我老公没有问题 不要说了 没用的 是你有问题 他就是被你家的 他看不见你也听不见你 这让幻想中的张美华 愣在了原地 他表现得十分难过 原来外人是看不见我的 我只是一个幻象 把真相说出口的陈贵斌 也十分懊恼 影片中对鬼的设定有两种 一种是在重大事件催化下 产生的负面人格 形象各异与本体互不相同 人格结构是平衡的 负面人格的产生 好的人格便会被丢弃 树林里游荡的高志伟 便是被抛弃的善良的自我人格 他们的形象和本体一模一样 妻子的善良人格 是在离婚时留在了神探身边的 他给精神分裂的神探 编织了一个美梦 他并没有离开 两个人还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极力的阻止 陈贵斌和张美华的见面 而陈贵斌清楚的知道 眼前的张美华 只是妻子的一个遗落人格 他全力的配合张美华的人格去演戏 张美华在编织着美梦 陈贵斌在假装做梦 都在竭尽全力的保护对方 当陈贵斌说出张美华看不见你 也听不见你时 妻子的人格才恍然大悟 原来陈贵斌早就知道了真相 就这样说了声保重就消失了 远处的张美华 也变回了本来的样子 街上只剩下了陈贵斌自己 他失去了一切 进入了灵魂黑夜 与神探相比 何家人的感情线则现实冰冷 极度受索的他 拨通了女友的电话 丢了配枪又丢了证件 何家人想要上报 但女友拦住了他 何家人的反应极度反常 他仿佛就在等待着女友的劝说 他抢过女友的配枪 决定第二天去找高志伟 做个了断 何家人一进门 高志伟吓了一跳 这不是昨天晚上 我抢枪没抢成那哥们吗 还没等何警官站稳 高志伟就先来了个下马威 质问昨天有人冒充警察 搜我的抽屉 我的钱都是最近赌马赢的 自己偷着找南亚人的资料 也是想帮忙抓住 害死王国柱的凶手 查手枪的编号 成了何家人最后的希望 但高志伟激高一筹 早就提前改好了编号和档案 何家人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丢了警枪丢了证件 又来了一条袭警 小何警官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在此同时 高志伟得到了南亚人的线索 他向何家人抛出了橄榄枝 提议两个人一起去抓南亚人 将功补过 两人来到南亚人的藏身地 在电梯里收到了神探发来的一条短信 但万万没想到 何家人直接倒戈 把短信交给了高志伟看 信息内容写着 高志伟找到枪后 便会把你和南亚人一起杀了 何家人是典型着 依赖行人格障碍 会依赖他人 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 他一遇到问题 便会坐下来靠着躺平 起初神探是他的精神支柱 受到挫折后 又像个孩子找母亲一样的 寻找女友 寻求心里的安慰 现在又把最后的寄托 放在了高志伟身上 这一系列的神操作 也是为结尾做铺垫 电梯刚开门 就看见了南亚人 高志伟迅速拔枪 现今散落了一地 何家人更加确定 南亚人就是凶手 他藏身在一个布满镜子的仓库 镜面里反射着 每个人心里的鬼 南亚人的人格 也在镜子里有所体现 他的人格同何家人一样 都是个十四五岁胆小的孩子 此时电话铃声响起 神探做着最后的忠告 但此时的何家人 对陈贵斌已经失去了信任 神探又退回到了镜中 何家人为了确定神探的方位 把电话打了回去 七个高志伟 顺势朝着神探的方向开枪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真假难辨 每一面镜子的破碎 也象征着内心人格的崩塌 枪战中 唯独神探背后的镜子没有碎裂 也象征着他内心人格的强大 慌乱中南亚人撞到了高志伟的枪口上 神探防止他杀人灭口 挺身而出 最后赶来的何家人 却把枪对准了神探 就这样四个人陷入了僵局 地面上破碎的镜子 映射着每个人心中的鬼 唯独没有神探的影子 此时南亚人大喊着 看见了高志伟在树林里杀人 话还没说完 高志伟就抠动了扳机 神探刚要开枪 却被背后懦弱的何家人疯狂点射 一切都在高志伟的计划之中 现在只差一步 杀何家人灭口 他跪在地上 给南亚人戴上了手铐 惊魂未定的何家人 只顾看着神探 高志伟趁其不备 重新填装了子弹 一枪打死了南亚人 转身又给了何家人一枪 此时小何才明白 自己中了圈套 但万万没想到 身中竖枪的神探并没有死 起身还击救了何家人的命 他顶着高志伟的枪口 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他的面前 直到高志伟将子弹打光 狡猾的高志伟 缴械投降 把枪扔在了地上 他知道警察不可以打死 缴械投降的犯人 但此时 神探把枪口对准了他的脑门 并且开始了自言自语 高志伟硬生倒地 但此时陈贵斌又有了心灵感应 他转身看见了远处的何家人 身后一个制服女 走了过来 在刚才的枪战之下 吓坏了的何家人 内心又生出了一个人格 刚解决了因丢枪而犯罪的高志伟 为了升职的何家人 就上演了相同的剧本 神探绝望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高志伟先是把女友的枪 放在了口袋里 接着在神探的身上 找回了自己的证件和配枪 然后给女朋友打电话 让他赶到现场 接着又解开了南亚人的手铐 为了编造一个合理的解释 何家人准备开始换枪寻找灵感 也正是这最后的五分钟 让本片成为了神作 换枪的目的就是 洗白自己和女朋友 然后找出坏人 把所有人分成两个阵营 就很好理解 何家人和女朋友是绝对的好人 不会变动 第一次换枪 他对神探心生愧疚 把没有伤过人的枪 放在了他的手里 我们称这把枪为好枪 然后他把高志伟的手枪 给了南亚人 南亚人就成了穷凶极恶的匪徒 这把枪我们叫他坏枪 现场的所有警察都是好人 一起击毙了坏人 刚黑化的何家人 还有着一丝人性 但这个布局太过理想 好人护杀无法解释 所以他把杀人最多的枪 放在了神探手里 人都死了 愧不愧就无所谓了 然后这把好枪 交还到了高志伟手上 警察局的人都看见 高志伟和何家人一起离开的 他拿着好人枪 对自己也是有利的 但依然是好人护杀 自己枪杀高志伟 没法解释 最后这把好人枪 给了南亚人 这样三个人同时 全都是坏人 这样就变成了警匪勾结 分赃不均而内讧 何家人携女友 破获重大案件 升职加薪前途一片光明 何家人每次换枪 都代表着他即将编排的死亡现场 伴随着换枪 影片的黑暗主题 也逐渐升起 陈贵斌穷极一生的帮助别人 却因为超乎常人的能力 受尽了苦难 同事的排挤 妻子的抛弃 原本靠着洞察力 和推理破案的好警察 却被当成了疯子 他不想被当成异类 渴望着被包容 被接纳 他宁愿和张美华的幻觉 在一起孤独的生活 也不愿意正面残酷的现实 除了张美华的善良人格以外 没有一个人相信 他可以看见别人心里的鬼 最后他直面了现实 喊出了那句 我也是普通人 为什么要有分别 喊出了对命运的不甘 和对他人嘲讽的反抗 最终神探和风探 达成了和解 认同自己 不需要他人给予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别忘了你的一键三连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们下期见